哈喽大家好,疫情封城的第18天 今天咱们聊一聊拍卖会的那些套路骗局 最近看到很多视频博主 又把去年7月份 美国拍卖公司拍出那件雍正法郎彩 最后被验证是件验品 这个事翻了出来 反复说拍卖会上可能会有验品 大家在拍卖会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 以防上当 这个事其实并不是说拍卖会收到验品了 而是本身就是拍卖会的一个套路骗局 只是他们太疏忽了 被大家发现了 去年7月份 美国一个小拍卖公司 拍出了一件雍正法郎彩的小杯子 落垂成交价格是320万美元 连同佣金 折合人民币是2600万人民币 这个拍卖之后呢 很多图片就流回到国内 细心的网友就发现 这个慈悲放大之后 在它的花枝处有这么一个款 写着陈陈访 然后国内就炸了 都在找说到底谁是陈陈 谁做的这个杯子 后来景德镇一个青年艺术家 就出来了 说我就是陈陈 这个杯子呢 是我当时一个朋友 托我做了这么一批 因为工艺非常好 有一个小的突破 做的非常像 我就在里头都留下了款 这些杯子呢 都当时卖给朋友了 朋友可能送人 也有可能自用 不知道为什么又留到这个美国小拍卖会上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拿这个事来发酵 来探讨 很多人就开始分析说到底什么原因 是真的打眼了 还是说洗钱 如果说打眼了呢 你需要拍卖公司打眼 鉴定师打眼 还得买家打眼 三方打眼才可能完成这笔交易 所以更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洗钱 这个事也是发酵了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洗钱 它就是拍卖会自导自演的一个广告行为 只不过玩漏了 被人发现了 这种状况在拍卖行业特别常见 只不过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聊 其实国内国外有很多小拍卖公司 惯用这个伎俩 无非就是丰富一下自己的拍卖记录 就跟咱们片的刷单一样 刷销量 刷好评 它也需要通过刷这种拍卖记录 来证明自己能收到非常多好的藏品 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买家注意到拍卖平台 并且可以跟很多大的公司或者大的藏家去证明一下 我是有实力的 而且我是有很大的关注度和曝光量的 你把你的藏品放在我这寄售拍卖 绝对可以给你拍到一个特别好的价格 这样的话 它就更容易去征集拍品 这个就是一个刷单广告的行为 当然还有一部分公司更可恶 它就是一个假的拍卖公司 它根本就没有关注度 也不会给你上拍 不会做宣传 它就是为了挣你的一点 上拍手续费 大家知道有很多拍卖公司 是收取上拍手续费的 比方说我有件瓷器 我想要拍卖 我要收两笔费用 一笔费用叫做上拍手续费 也有的人叫做鉴定费 第二笔费用叫成交佣金 也就是说您拿一件拍品 想要去上拍 先要交一个上拍手续费 就是鉴定费 可能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然后得到上拍的资格 上拍之后呢 如果成交 会交这个交易的佣金 如果没有成交 把这个藏品退还给您 但是您上拍手续费和鉴定费 是不退还的 有很多假的拍卖公司 就是这样 它根本就不会组织拍卖会 把您的藏品 征集到他们这来之后 说我会组织一场网拍 然后请几个托 拍回一点他们自己的东西 你的东西呢 就说流拍了 最后就只挣你的这个鉴定费 所以说这才是那件事的真相 这才是拍卖会里头那些套路圈套 OK 接着跟大家聊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沐浴沈香 拜拜 拜拜